2022年卡達足球世界盃資格賽 中華隊的第一場比賽要在主場 迎戰世界排名在百名之內的強敵約旦 這場比賽因為天候因素場地十分濕滑 也增加了兩隊球員在控球上的難度 儘管排名落後於對手 中華隊也沒有因此就弱了氣勢 開賽陳浩偉在右路斷球之後 冷不防來了一次遠距離的調門 雖然最後沒能成功踢進 但也嚇了約旦的球員一身冷憾 不過中東近旅 接下來就要展現實力 第十九分鐘 塞勒的射門雖然被門將潘文傑給擋下 但九號的Safe立刻補上一腳 儘管潘文傑痛苦地倒在地上 但裁判認為沒有犯規 約旦隊閒持得點1比0 上半場約旦隊的攻勢猛烈 一共有七次射門 其中有五次射陣 也讓中華隊的後防壓力倍增 尤其是門將潘文傑好幾次及時出擊 讓雙方的比數沒有被拉開 不過到了第三十六分鐘 剛剛錯失進球的塞勒 把握潘文傑把球撲出的機會 遠射得手 上半場結束 約旦隊取得2比0的兩球領先 到了下半場發生了意外的插曲 中華隊的陳浩偉在帶球推進的時候 不小心滑倒 痛苦地坐在地上 此時約旦的門將也不顧兩軍還在交戰中 上前幫忙伸展 還把陳浩偉直接爆下場 展現十足的風度 對方的門將是很紳士 我們的門將潘文傑則是很霸氣 第七十三分鐘 面對對方的禁射 潘文傑把球大力拍出之後 還來了一個霸氣的怒吼 替球隊提振一下士氣 到了第八十分鐘 中華隊終於找到了機會 這一球隊長陳柏良在右路接到球之後 回船給進去邊緣的溫志豪來了一擊遠徹 GO 溫志豪踢進了中華隊在這次賽會的第一球 幫助中華隊追到1比2 一球落後 比賽的最後階段 中華隊雖然嘗試追平球術 但幾次的進攻都被約旦隊給擋下 最後中華隊就是以1比2 一球之差輸給約旦 回來提示的黃瑞紅李悠謙綜合報導